恭喜陈梦才是国拼度当中最佳的一姐 并且他还是在决赛当中拿到过四连挂的选手 另外还拿到了十大体育人物的称号 有了马林主教练的带领之下 接下来将会刷新两个纪录的 陈梦能否完成大门挂 能否再创新高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阿兴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你就清楚了 陈梦为什么现在的地位跟勇裕这么高 为什么是国拼的一姐呢 提到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陈梦他的成绩问题 陈梦首先他的世界排位呢 世界第一名 而且呢 基本上两年左右的时间 陈梦一直排在第一位 没有人能够超越 无论是顺杀王曼玉 还是说日本乒乓球队的伊藤美成 也好 大家都超不了陈梦啊 陈梦不仅是第一 而且他比第二名还多了很多分 所以呢 成绩方面呢 陈梦第一名 这无可厚非 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了 另外呢 还有在决赛当中 能够拿到四连挂 这也证明了陈梦的实力 过去的一年比赛呢 我们能够了解到 包括了我们国内的非常竞争力 非常大的大赛 也就是啊 全国乒乓球的锦标赛 陈梦在决赛当中呢 击败了自己的队友 赌贯了 另外包括了世界的三大赛 世界杯 陈梦他在决赛当中 击败了水影沙成功赌贯 奥运会 陈梦同样在决赛当中 击败了水影沙赌贯 年终的总决赛 陈梦击败了王曼玉 成功赌贯 连续呢 在四个大赛当中 那么陈梦都能够击败对手 无论是世界上的大赛 还是说我们国内的大赛 陈梦都能够接连赌贯 这就说明了 陈梦他的实战能力 非常的出色 虽然说呢 大家都去质疑了 陈梦说什么靠队友 靠水影沙 靠王曼玉也好 但是回归到最现实 最本质的结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最终的金牌 确实是陈梦拿了 而且决赛当中 陈梦他确实 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摘下了金牌 这也是一个结果 也是大家能够看到的 更何况 我们再往前推 陈梦他的背后 还有很关键的一个人物 这才是陈梦真正能够完成大王冠 真正赌贯的一个核心 他就是被称之为国平队伍当中的 自多心 马林 马林在过去呢 无论说他的纸绑比赛 也就是他在球员的时代 他一度都被称之为 打艺术球的球员 打法层面呢 更多是靠动脑子 方式马林手把手带陈梦 而且到达现场 给到陈梦指导的比赛 基本上都赌贯了 世界杯年终总决赛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马林都到达了现场了吧 而且马林是不是给到了陈梦指导 陈梦夺挂了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规律啊 方式马林他指导陈梦 而且到达了现场 手把手给到陈梦指导 跟给到他信心和底气的一个支持和认同的话 陈梦基本上都可以夺挂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 陈梦成绩百将当里 世界第一 而且决赛当中拿到过四点挂 还被称之为十大体育人物 现在还有了马林的指导 试问在四拼赛当中 陈梦他去拿到过一个女当冠军 这是不是问题也并不大呢 如果陈梦完成大满冠 一方面他刷新了记录 拿到了大满冠的荣誉 成为了一姐 另一方面呢 马林也刷新了记录啊 他也是成为了大满冠的总冠军的教练啊 所以说呢 两个记录很可能将会刷新 陈梦很可能将会在马林的带领之下 完成这个荣誉 大家是否认同 是否看好陈梦 可以在四拼赛 夺冠 完成大满冠呢 是否认同 马林的指导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阿鲜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同 我们下期 接着分享 下期